可是就是說 關於他的論述 還有他的立場 我們會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核電這個東西 實在是牽連很大 那我想只要是不一樣的人的話 另外有一些那個看法 那就是說立場跟論述是不一樣 那普通一個事情 這個立場跟論述不一樣 或者說他本身對那個事情 就是一種想法邏輯 不一樣的話 結果應該也會很不一樣 不過因為核電這個東西 實在是太明顯了 是不能做的事情 結果我們的那個 雖然這個立場跟 可能也是有男女 反正不一樣的 很多看法是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結果是完全一樣 這就是這個東西 是完全一個不能做的東西 不過有一點 這個核電實在是牽連很廣很大 那每一個人的切入點都不一樣 那像那個日本很多反核的一些巨頭 之間其實很少互動 因為大家其實這樣去 要去反核的一個動機 也都不一樣就對了 那像我是 我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就是說 在312發生1號機的爆炸 然後3143號機爆炸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家長 我必須決定 我是不是要帶我們的家人 離開東京 那在那個時候 我就根據我的 收集的所有的資料 因為那是生死攸關 包括自己的家庭 是我比我下棋 是一個最集中的一個 一個兩三天 就是完全集中在做這個事情 那結果我判斷 還是必須離開東京 帶我們家人 那時候帶我們家人 離開東京的時候 小孩子就把那個相簿 什麼 手機 反正對他來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把他丟到我們車子上 然後他們兩個先做心幹線 跑掉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我是 因為我在那個時候 我判斷我必須離開東京的話 表示其實 應該每一個人都必須 那個時候離開東京 這是很當然的事情 那基於這一點 我只好本核就對了 因為 那個事情是讓 這個180公里以外的人 都必須離開自己的家 往更遠處去逃這樣子 那那樣子的東西 不應該 就是說 存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是我的一個出發點 那可能這跟 有點不一樣就對了 因為 我自己去做這個決定的話 我只好就是說 往自己這個決定的 不矛盾的方向去做下去 這樣子 那我知道 這個是我的一個一個一個點 這樣子 那想說 說一點好不好 就是剛才 像台灣的 日本 就是說災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數字 就是一年一毫熄 因為這個日本的法律 那可以說是條例 不過也是法律的一部分 就是說 它規定 就是說 核電不能讓 這個一個環境的人工的輻射超過一年 一毫熄火 要超過的話 要受罰 而且要去警銷這個狀況 這個是法律規定的 那在災後 這個法律發生很大的效用 基本上 所有的儲屋 或者是就讓人 離開怎樣子 基本上是一個 這個一年一毫熄火為基礎 所以剛才以來說 他們發 就是說 下了一個緊急情況 把這個一毫熄火 稍微把它挪開 可是 大家 就 甚至 包括當時的政府 是往這個 將來 朝這個一毫熄火 以下的這個方向來做 台灣應該也有這個條例 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也是一樣 對 所以其實像現在這個 0.14這個劑量 已經明顯超過 一年一毫熄火了 所以就是只要政府 有很普通的去執行 這條法律條例的話 馬上可以啟動調查 調查這個0.14這個劑量 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普通可以做 也不計用來率 只要遵守法律 就可以做這一條 那我想這可能也是一個切入點 就是對這個 一年一毫熄火的 這個 是怎麼看的 那0.14的這個 這個劑量 因為很簡單 像剛才有提到 台電一直說 就是說他們查的是0.05 為什麼是0.05 因為0.05 就是他們在核電運轉前的 他們的測量的一個劑量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測量 就0.05 他們公佈的也是0.05 現在也是公佈0.05 所以他們現在只好公佈0.05 以上的劑量 很可能就是核電帶給我們一個人工的污染 那基於一年一毫熄火的這一個法律 是應該是 要是很普通的想執行這個法律的話 應該是可以啟動調查 這是我的一個感想 所以 可是 台片就是說 你看就是0.05 你叫他自己拿那個來測 他也測不到 那像蔡志豪台中 因為他們還測到一個0.30 0.6 然後就是拿了一個很精密 媽萌買的 陳海玲花了二三十萬去買的一個機器 那去測很高嘛 後來就是說原人會 他就公佈很高 叫媒體來看很高 然後就原人會也跑去測 後來原人會就跑去一起測 原人會也測跟他一樣高啊 那原人會就說 他拿的機器也是跟媽萌的那個機器一樣 然後說 啊不對啊 我們今天帶的機器不對啦 什麼東西 原人會也測不出他們自己公佈的 那麼低的數字 叫他測給你看 他測不到那麼低嘛 整個台灣都已經被他搞的污染很嚴重了 所以就整個很可怕 所以就是發動調查 他們是亂燒 然後我已經寫了好幾次 叫要求那個台電喔 就是把那個他用的輻射濾網 他燒的混化爐 他用普通的爐在燒 然後你那個用濾網型號告訴大家 然後你放進去燒以前是幾倍克 出來以後是幾倍克 中間插的樹就是液散在整個空氣裡面 燃燒是擴散輻射最厲害的方式啊 他們就一直在 整個台灣大台灣一直在放那個輻射 那瑞珠你也有測出那個核種嘛 他有像台中也有設134 設134是剛出來的 就兩年內的東西 就是都是核電廠放出來的 他們還可以賴說是早年核爆試爆的 那設134才那個半摔期 兩年內一下就測不到的東西啊 我在核能研究所也有測到 核能研究所 有一點我想請教一下 剛講說一年一毫夕 謝謝 謝謝